其實關於最近我想很多網民都關注到 這個版權條例的修訂裏面 就將網上所謂惡搞的行為 就是定為刑事化 其實這個都令很多網民是擔心的 其實我自己和一些業界的團體 包括互聯網協會 其實我們在很久以來都是向香港政府 是要求是將這個所謂政治的諷刺性的一些 在網上的一些我們就算不說惡搞也好 或者叫他去做一些轉載的行為 其實都是希望政府是將它連入在這個版權條例裏面 作為一些豁免 豁免的意思就是講明是容許網民去這樣做的 其實我的理解就是政府都有考慮過這方面的建議 但最後因為各種的原因 留下他們去講甚麼原因 就是沒有作到這個豁免的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之遺憾的 因為其實我們這次見到政府這個做法 的確是有個可能製造一種所謂白色恐怖的情況 有些網民可能就會覺得 會不會因爲這樣就會惹上官非的呢? 會不會因爲這樣就刑事的 坐牢的 那就不敢去做 但是事實上來說 我們一定要明白到 政府一定要明白到 就是 網上面的所謂再創作 或者利用其他即使是擁有版權的物品 然後再將它是你叫做惡搞也好 或者叫它做一種再創作 就是recreation 去變成一些其他的一些作品出來 其實也是一個創作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這方面不論是因爲言論自由的原因 不論也都因爲是要保障 保護香港的創意的產業 或者創意的繼續去發展 令到更加多的年輕人是可以發揮他們的創意 對於各方面來說 其實都有很積極的意義的 所以我們會繼續希望是要求 政府在他們現在做這個修訂裏面 盡可能是將這個所謂政治的諷刺 political parity的一個豁免 是加回到他們那個版權條例的修訂裏面 這個我們會繼續努力去做的